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给大家来谈全球化的法律秩序和宪法的变迁 我想在这个之前先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叶老师他的背景 叶俊隆老师他是我们台湾大学法学的学士还有硕士 他是美国耶鲁大学的法学博士 那么叶老师他目前是我们台湾大学法律学系的学院的教授 那么同时也是国立台湾大学法律学院工法学研究中心的主任 那么叶老师他教学的经历他曾经除了在我们台大任教之外 他也曾经在美国哈佛大学的法律学院担任过访问教授 那么也是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杰出访问教授 那也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的课作教授 那么叶老师也曾经荣获行政院的国家科学委员会 就是国科会的杰出研究奖 那么叶老师他过去曾经担任过行政院的政务委员 担任过行政院研考会的主任委员 那么也担任过行政院政府改造委员会的委员 那么以及这个精简行政组织分组的这个召集人 现在我们政府的这个组织在造 那么叶老师过去也曾经处理很多 那么他同时也是国家永续发展委员会的委员 所以对于这个永续发展方面有相当深入的一个研究 那么叶老师同时也担任过行政院飞航安全委员会的委员 那么也是曾经担任过我们国立台湾大学法学院的副院长 还有教务处的主任 那么这个叶老师呢 那么他是教授的科目是环境法和宪法 那么过去曾经开授的这个科目呢 是由美国的宪法还有宪法变迁专题研究行政法 行政法案例的演习以及管制理论专题研究 还有永续发展专题研究 还有这个英美侵权行为法 还有法律经济分析 所以叶老师他在法律方面可以说是非常的专精 那么我们今天请叶老师呢 是就他法律方面的素养 从这个层面来切入来谈这个全球化的这个问题 好 我们现在就把时间交给叶老师 我需要拿这个吗 好像需要 保老师 柯老师 还有各位同学大家午安 非常高兴能够成为新百家讲堂 全球化的讨论里面的一环 今天我要跟大家讨论的题目 比较偏向全球化这个现象后面的法律制度 尤其聚焦在法律制度里面影响非常深远的整个宪法的架构 尤其是近来我们看到许多国家都面临了相当程度的变动 最近一波的变动表现在我们一般所说的茉莉花革命 从中东北非开始的这一波改变 那一个这样子的改变之后 那在当时或者是立即 随后不了多久 马上就启动了一波新的宪法的制定工作 有些国家进行的很顺利 有些国家进行的并不顺利 但是如果从这一个时点再继续往前推的话 人类社会面临许多重要的变革或者是民主国家的成立兴起 然后往往就产生了许多宪政改造的这样的动力 但宪政改造的动力不是单纯只有一个state building 建立一个国家 这样子一个比较形式面或者是主权面的宣誓以外 宪政改造马上面临的是我这个政府怎么组成 我到底是要用内阁制还是总统制 我现在国家里面那么强的政治强能 他心里期待他以后要有很多权力 以后是应该给他当总统 还是给他当总理 如何去安排他的军权 如何去安排他一般国家经济层面 社会层面各方面的治理 何况有时候一个国家宪法的变动 牵制到其他国家的干预 很多强权虎视眈眈的去看 你到底要怎么进行 最近一波制宪可能大家没有特别注意到 但可能是学者最容易注意到的就是尼泊尔 尼泊尔在一次一次的把军权 把它拿掉进入了民主共和之后 马上面临他怎么样制定一个新的宪法 就在这几年也是一样召集了很多国内外的专家学者 那包括叶老师自己本身也被邀请作为一个顾问 那么去对他们的自宪提出建议 但是我们所看到的是一个非常对立 非常对立的一个社会 它的多元性恐怕各位都很难想象 他们可能有好几十个新年 因为文化宗教的多元跟繁复 另外一个很麻烦的地方就是 它成为中国跟印度当中的夹心饼干 我们一般讲它sandwiched by China跟India 两边都有某种程度内会怀疑 你到底是偏India还是你是偏China 那种distrust非常严重 所以这里面牵涉到一个国家 它怎么样去好好的建构 它的一个未来的治理的框架 但另外一方面国际社会相当相当的关注 那甚至于有一些关注 已经超越单纯的关注 不是学历上的关注 而牵涉到相当程度的 其他国家的利益关联 那这种情形表现在过去历史上 好几次的修宪的这个波动里面 是非常非常明显的 二次大战之后 日本在盟军的占领之下 展开了修订新的 制定新的宪法 当时的松本内阁有他一定的 有一定的想法 当然要保持日皇 但是相当程度内 有许多规定 包括基本权力 包括政府组织的设计 对当时占领的盟军而言 是感觉是不够好的 所以麦克阿瑟自己 就要求他的法律幕僚 绑日本的松本内阁 草拟了一部宪法 那一部宪法 某种程度经过了一些妥协 但是当今的日本国宪法 就是在那样一个环境之下被制定的 今天在亚洲有许许多多 有关岛屿主权的争议 那里面牵扯到日本本身 它相当程度内有两股势力 在互相抗衡 其中有一股势力 很希望修改宪法 把第九条的和平宪法把它拿掉 这样一个宪法的变迁 牵动了整个区域 甚至于圈动了整个 全球的势力的消长 在中国崛起这样一个大环境之下 日本本身对第九条的态度 宪法第九条的态度 影响的不只是亚太之间的均衡 甚至于美国在这个立场上 也产生了很严重很严重的关切 当然也引起了日本宪法学者 还有市民社会本身 相当程度不同的看法 长期以来一直认为 日本能够摆脱二次大战的军阀 但那时候的扩张主义 二次大战之后吃下了两颗原子弹 那么多人因此受害 很多人主张的民主 人权 能够透过这一部新的宪法 以后能够维护 让日本以后不会再受 同样的一种军事扩张主义的荼毒 很多自由派的宪法学者 反而是奋起权力 来捍卫这一部美国人帮他定的宪法 来反对现在很多日本人 想要把它改变的这样的一个动机 这样子的情况是复杂的 我们今天身处台湾 我们的中华民国宪法 从1947年到现在 我们实行的相当相当的久 但是这部宪法 这部宪法是在中国内战的背景之下 被定出来了 当时的各政党之间的妥协协商 再加上政治强人的阴影在后面 对于蒋先生到底以后应该当总统 还是应该当行政院院长 如果当总统 他的权力应该多少 某种程度在宪法制定的过程当中 就是一个很严肃的课题 当时采取了一些责中式的做法 然后才有今天中华民国宪法的情形 有了国民大会 有看起来没有多少权力的总统 有好像权力都在 都给他的行政院院长 随着时代的改变 慢慢权力消长 到今天我们不断地在面临 到底权限是在总统那里 还是行政院长那里 这些过去都有他的历史背景跟脉络 历史脉络不谈 但是摆在眼前的是 今天全球化的时代 全球化的时代表现在国家主权 好像被架空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国家主权从另外一个面向上 他变成更为重要 所以反映出来的是 一个国家 他的领导者 他是不是得到充分的授权 他是不是得到人民的信任 他的决策是不是能够在国内贯彻 那这样一个宪政体制 经过了各种选举机制 各种其他的政治竞争的机制 是不是所产生出来的 总统或行政院长 他真正能够在国际竞争的时代之下 能够获得人民充分的信任 获得人民充分的授权 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为所当为 是很多国家所面临的共同问题 日本一直感叹他们在过去一段时间内 国力衰退了 好多很重要的课题 日本没办法及时去因应 产生了一二十年 非常没有动力的 没有动力的这个情况 那对照起亚洲很多新兴的民主国家 韩国 台湾 很多新兴的民主国家的动力出来 日本人感觉 是不是他们的政府体制有了问题 但是难道这都是政府体制吗 还牵扯到相当相当多的 整个宪政文化的问题 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谈的 就是这一类的宪法问题 并不是非常狭隘的 政府组织结构 或者是哪一个基本权力 受到保障的问题 而是在全球化的脉络之下 我们来寻求法律 以及更重要的后面那一个 更聚焦的那个宪法 它的角色 我们先来看一下全球化背后 有没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架构 它其实不断地在回馈 那个全球化的现象 甚至于某种情况之下 甚至于在规范 在管理 或在管制那个全球化的现象 那一个机制就叫做法律 这个法律很可能是一个国家的法律 比如说美国法 或者是我们台湾自己的法律 比如说我们的著作权法 怎么样规范 平行输入这个问题 来规范贸易秩序 有一些是各个国家的法律 在全球的系统里面扮演重要的角色 举足轻重 美国或德国 他们内部不管是金融监理 或者是资讯管理的重要的法律制度 都可能影响区域 甚至于影响全球 我们台湾面板 有达 或者是我们的宏达店都面临的诉讼 所以这诉讼影响的 不只是 不只是一个 某一个国家的产业的兴衰 其实影响的那样一个产业的那种 所谓我们一般讲叫做占有率 而这个占有率后面影响的 又是一个文化面 或是一个我们说言论价值 很多面向上往往缓缓相扣 所以我们今天要了解到说 确实一个国家的法律 也作为一个全球化后面的规范基础 但是区域性的规范 区域性的协定 双边或多边的条约 甚至于区域性的组织 或是国际性的组织 它内部有它的规范 WTO是我们最熟悉的 WHO也是我们很熟悉的 分明在贸易跟公共卫生 这个领域里面 它做了相当相当多的管制 这些管制甚至于 很多国家的法律 都没有办法驾驭它 甚至于你不用去怀疑 那个国际的秩序 法律秩序 长驱直入就直接来规范 内部的企业了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有所谓的ISO 我们时常会看到某些单位 它上面写 我ISO14000认证 那个ISO就是 某一个国家内的机关或企业 它向一个国际组织申请认证 那个国际组织直接发给它 没有经过这个国家的有权机关 这一个国际 这个法律秩序它存在 它超越了这个国家的 它超越了这个国家的主权 所以我们在了解的第一个面向 当然是全球化怎么形成 以及后面 它所以会形成后面的 其实就是规范基础 法律基础 如果没有这些 全球化不会形成今天这个样子 第二个 我们要了解它内部的运作的内涵 跟相对真正在导引它的 具体的规范在哪里 另外第三个 当然我觉得也蛮重要的一个重点 就在于说 一个制度的扩散 因为全球化的现象 其实是蛮多区块慢慢扩大 然后所造成的影响 所以我们看到所谓制度的扩散 有些制度在跨国之间 交互影响 你有那个制度 我也有这个制度 你宣布经济海域 我也宣布经济海域 那个经济海域那个制度就成为 每个国家都有的那个制度 慢慢地就形成了一个全球的制度 所以在那样的一个机制之下 影响了海洋的 海洋资源的开发跟劫次 另外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聚焦 在宪政的这一个部分 会让我们看到 全球化背后的这个主权因素 这个议题就会更彰显 好 这大概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讨论的 一个重点 那我非常希望我能够留一些时间 让大家来发问 所以各位如果有什么意见 或什么问题的话 那我会尽我所能的 到最后能保留一些时间 来跟大家有一点Q&A的机会 好 全球化讲得很抽象 但是真正促成全球化 变成今天这个面貌的 我个人认为有四大支柱 第一个支柱是科技 由于科技的广泛运用 再加上很多除了科学的发现以外 进一步的技术的发展 然后再进一步的商品化 再利用国际的贸易机制 所产生的今天科技的广泛运用 这典型的例子就是 现在iPhone 5上市了 你说产生的那一种年代的影响 不只是全球在封这个智慧型手机 它所产生的很多贸易的秩序 很多通讯的规格 好多进一步延伸的国际规范 越来越受到它科技进步的影响 所以很多国际的规范 很多国际的现象 全球化的现象 其实是科技带动起来的 另外一个面向当然毫无疑问 就是贸易 我们刚才跟大家提到的 每一个国家都有它的主权 领土 人民 国家主权的行使的一个现象就是 你只要是货物要进入我的疆界 我要克税 所谓的关税 克关税 人进来你要有Visa 你要签证 那这种因为是主权国家 它要彰显它的主权 所以它一定有它的Border Control 那国际贸易造成了一个国家内部 它的一个比较经济法则的 这个充分的发挥 那也许可以带来福祉 但是也有可能 也有可能让一个国家损害严重 那包括了国家里面的工作机会的流失 所以国际贸易这件事情 当然是影响深远 影响深远 尤其是有一些所谓贸易 这个益存度高 对外贸易益存度高的国家 对于国际贸易的秩序怎么规范 那是非常非常的在意的 所以这产生了很多跨国的arrangement 跨国的约定 或跨国的制度设计 然后让这样一个国际贸易 能够在一个合理的秩序之下运行 但是当今 尤其是几个大国之间 比如欧洲跟美国之间 日本跟中国之间 中国跟美国之间的所谓贸易摩擦 所谓贸易的基本态度 是保护主义 还是如一般WTO所要求的 以自由贸易为原则 然后在国民待遇的大原则之下 要求尽量的能够避免非光追星的障碍 所以这一些都是全球化里面 很重要的一个backbone 第三个 我要特别跟大家提到人权这件事情 那这也是跟宪政主义非常有关系的 前一阵子有关 我们到我们的申庚的签证 也就是说我们到欧洲去要不要签证 是不是免签证这件事情 竟然欧洲还提出了跟台湾有没有废除死刑 这件事情有关 那因为欧洲非常committed to这样子的人权 这样子的生命权 大概全世界的国家里面 普遍欧洲国家比较会去废死 那他们某种程度也有这样子的一个理念 而且不只有这样的理念 而且某种程度内 透过他的贸易力量各种力量 那希望能够扩展 所以不同的思考 不同的重视 也会透过这些经济秩序 或者是外交 或者是各方面的秩序 想要去扩充 想要去影响 那所以人权这样子的事情 这样子的内涵 这样子的内涵 往往因为各个国家 它不同的背景 会产生权势上的不同 但是对于人权这样子的一个 整个保护这样的一个大发展方向 在人权宣言 联络国人权宣言提出来 以及后来提出了两个重要的公约之后 那越来越普遍 包括台湾在前一阵子 我们都也是对这两个公约 虽然在国际处境很困难 但是也是一样 也是一样 那么也是把这两个公约 透过立法院的决议 然后能够honor它 那这些都是很重要的课题 永续面向上更是如此 永续牵涉到非常多的全球环境问题 尤其最近的能源跟气候变迁的课题 气候变迁的大的压力之下造成极端气候 很多都受到影响 但这个影响是完全没有国界的 不只是灾害没国界 连发生的原因都没有办法去找到 到底哪一个国家是罪魁祸首 每一个国家的每一个地方的每一个排放 都有某种程度的影响 整个加起来 如果这是一个不好的事情的话 大家都是共犯结构 而且没有办法去分出 你到底占百分之零点几 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 一个全球连带的课题 不只是原因面连带 灾害面 谁都不知道最大的灾害会发生在哪里 当然有人警告 像Nicker Stern Stern Review这个报告里面 就提到受害最大的 会是在那种比较边陲的开发中国家 这也是一个把气候变迁这个议题 跟正义连结在一起 国际正义连结在一起的课题 所以永续能源这些课题 充满着国际上相互之间的责冲 尤其是最近太阳电池 相当程度内这一类的产品 在国际贸易上出了很多问题 很多规格跟市场集中这一类的状况 尤其是中国已经兴起 成为这一方面的制造大国 是不是会垄断市场 所以永续发展 气候变迁 跟国际贸易连在一起 后面又有很多 是不是有工作权 什么跟人权连在一起 相当程度内 背后又是一个科技的问题 所以我一方面把它列出四个支柱 但是各位应该很容易就可以理解到 这相互之间是产生了网状的联络状况 但是我们只要把四个抓住的话 大概就可以了解到全球化形成 它的背景 以及它的形貌 贸易的部分特别要跟大家提到 这种在比较利益法则之下 要强调自由贸易 跟非关税障碍的去除 所以这中间的资讯揭露就很重要 国际上的资讯 资讯的流动 所以资讯在全球化的运作过程当中 怎么样能够揭露 让大家能够避免那种 所谓强国或者是强势的势力 那么之所进退 但是其他人不知道被蒙在鼓里那样的情况 另外就是科技的部分 尤其我特别跟大家提到数位汇流这件事情 其实由于我们手机的智慧型手机的发展 再加上前一阵子我们整个网际网路的发展 那我们对于以往的通讯传播 我们不是以载具去区分 载具就是说你到底是收音机 还是你到底是电视 还是你是电话线 还是什么 现在全部汇流在一起 汇流在一起之后产生了很多变化 也创造了很多商机 当然也对社会结构 对人的行动 对人的空间感 产生了严重的影响 这变成是全球化里面 非常非常重要的课题 所以就造成了很多组织的调整 我们台湾的NCC 时常On the News的NCC 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产生的 它也是要整合 把新闻局的业务 跟交通部电信总局的业务 整个整合起来 整合各个业务的过程当中 因为台湾一个民主转型的过程 政党之间互相恶斗 所以让那个组织 包括人员的组成 或是各方面 被政治赋予给它太多太多的压力 以至于产生今天NCC 这样一个机关本身 产生了相当相当多的分杂 这都是任何一个制度 放在它具体的发展脉络之下 很可能有些国家会很顺 有些国家会不顺 不顺的国家其实也不少 但是同样是NCC这种情形 在日本 在韩国 在英国 都是这样在发展的 那人权的部分 这两个条约我刚才提过了 确实也是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非常非常重要的 很多机关都不断的办演讲 民间团体也不断的 不断的在要求政府 你既然都已经去认同这两个公约 那你就应该拿出具体的行动 所以要是跟这些公约的期待 有落差的部分 要列表去检讨 所以现在有很多机制在进行这些 那永续的部分当然是非常的多 包括台湾本身的湿地 是不是能够维护的好 这跟生物多样性很有关 台湾的湿地不是只有台湾的 因为黑面皮露会来到台湾的湿地 过冬觅食 所以一块台湾的湿地 有没有被不负责任的 马上开发成很糟糕的地方 那这个事情不是只有台湾的事情 而是一个全球连带的事情 所以关怀湿地是一个区域跟国际的事情 因为后面有候鸟 后面有甚至于维护气候稳定 各种机能存在 那这也是我们讲的 这个为什么是跨国 原因就在这个地方 好了跟大家谈到四个场域 但是如果要真正抓一个概念 这个概念叫做流动 叫做flow F-L-O-W 这个flow 我们今天看到全球化之下 你可以从各个角度看它 你可以从中央vs边缀 就看到中央跟边缀之间的改变 所以就有所谓的glocalization 那样的观念 所谓全球在地化那样的观念出现 但是呢 我个人觉得最重要的一个concept 就是流动这件事情 流动不只是速度的问题 也倾引到量的问题 全球化之下 它造成了几个面向 大量快速的流动 前面四个是很具体的流动 包括资金面的流动 就是金融秩序 为什么亚洲会发生 1997年发生金融危机 因为在前一年大量热钱费入 到了那一年大量汇出 各位可以想想看 为什么以前汐止会淹大水 因为水大量下来 但是汐止过度开发 那个直批被弄走了 变成是没有办法渗水 所以产生净流 产生净流 水在很短的时间内 突然要跑去河川 然后突然排队要冲出去淡水河 一时宣泉不了 一时宣泉不了 所以这是流量的问题 各位想想看 如果一个国家的管理机制 财务的管理机制 如果不够强 当你面临大量的流动的时候 如果强 它懂得怎么样去处理它 但如果不够强 那就会产生问题 有些国家产生问题 但是现在国际年代的时候 时常是全球都产生问题 前一阵子亚洲金融危机 看起来好像 ISODAT在亚洲 但是随着美国 这个Lehmann Brothers的事情发生 然后慢慢的延伸 我们就感受到 什么叫做金融危机 什么叫做资金快速流动 像水一样那样子的 那样子的问题可能就出现了 另外资讯 资讯流动也是大量又快 而且时间压缩的非常非常的短 你一封Email 马上可以传递到多少人那里 你在FB上面PO一个东西 影响多大 所以这个资讯的流动 甚至于影响到 这个茉莉花革命的内容 茉莉花革命的动态 跟最近一波技术的发展 通讯科技传播的技术的发展 尤其是手机 尤其是这些传递的这一些 这个模式的改变 造成相当相当大的影响 产业也在流动 所以我们看到了好像说 企业从A国到B国 但是呢 现在你看到iPhone的零件里面 遍布全球 有一些关键的东西在日本那里 有一些在台湾这边 有一些在美国那里 那iPhone 连iPhone的展示场 你们如果到各地去 你们会看到iPhone的展示场 iPhone展示场最明亮最炫 每一个展示场 到各国的展示场 都要经过设计 它的动线怎么样 它要经过设计 那是它整个连带 所以它的每个都 怎么样 subcontract出去 outsourcing出去 我这个工作给它做 这个工作给它做 这个工作给它做 所以有的企业在帮iPhone代工 这个事情 有的企业在帮iPhone设计 它的那个展示场 应该怎么展示 你们了解我讲的意思 那种分工是非常密切 而且是整个非常流动 是非常流动 可能在一个小小的国家的 某一个城市 一个团队 它负责的是整个iPhone 各个包括巴西 包括这个印度 各地的展示场的设计 有些可能是非常分散 然后这些设计 这些产业 它必须面临的 你在哪一个国家 它的一些经济面 或者是产业面的一些规范 这些都叫做产业流动 那两岸之间的资金也好 这个产业也好 这个流动 其实如果深究背后的这一些课题的话 就会发觉 就中间影响深渊 但是以前没有办法流动那么迅速 现在快速的流动 人才流动 实际上全球化的趋势之下 不只是物品 产品 它透过国际自由贸易 用比较利益法则在流动 其实人才何尝不是如此 美国矽谷人才的消涨 台湾科学园区里面人才的消涨 这是一个面向 我们把这个叫做科技人才 科技人才 我们的政府以前到现在 跟有一些其他国家的一样都是 只会看科技 讲到人才 都讲了都挂一句话 叫做科技人才 但是当今全球化 真正在拼得你死我活了 很可能不是科技人才 而是经营管理 而是策略分析 而是marketing 这一类的人才 很可能这一类的人才 在某些国家里面 随着产业的竞争 它的需求 它可能这方面没办法提供 包括法律人才 宏达电可以做得非常好 它面临了关键性的诉讼 它平常有没有内置进去 这一类的法律人才 从开始运用这些科技 都把这些智慧财产权权的规范 了解得非常清楚 不是说有一点点可能违反 就不要用 不是这样 而是去分析 这里面是经常很精密的分析 那如果这样子处理之后 它的风险多高 那未来可能的诉讼成本 诉讼成本包括直接投入成本 时间的发挥 还有整个各种成本 加起来会是多少 这一些都是很专业的东西 随着产业从制造业为主的 慢慢以服务业为主的 这种所谓人才的需求 开始要去定位 同样的政府机关 我们公务员每年考试 我们从来没有想过 我们的公务员 尤其是里面很多政策分析 很多人才 很可能我们在某些范围内 必须向世界去争取 我们可能都没想过这个 但是我们以非常僵硬的考试制度 你一定要通过国家考试 公务员的这个层级 我们把它夸注 怎么样来定位一个国家 是在面临全球化的挑战 跟自己自我感觉良好 就差在这里 就差在这里 也许你们会问说 那这个跟这个有什么关系 我要告诉各位 这都跟宪法有关系 我们的五权宪法里面 把很多人事制度 矿在考试院 连非常想动的行政院 很可能 他都必须多一层协调 更何况他不想动的时候 你怎么办 这些都是宪法的问题 这些都跟政府组织的设计 任何政府组织的设计 你都必须为此付出代价 如果做得好 你也会得到成果 你也会得到成果 这些都是非常高端 从开头的时候的一些 宪法结构面的思考 结构面的思考 好 四个流动背后 我特别提到了两个 其实这不是实质议题的流动 而是观念上 运作上的一个流动 我特别要跟大家提出来 一个是公跟私之间的流动 全球化现象之前 公归公 私归私 公部门的 只要是公部门的 用一套逻辑去运用它 私部门的 另外一套逻辑 私部门的 这一边叫做 有没有办法去用关系 然后扩展这个企业版图 公部门的这边会变成官缩 会变成不当利益输送 好多公部门跟私部门的这个区分 非常非常严格 进入公部门就叫做公务员 就叫公务员 那公务员理论上就不应该变成富有 所以我们以前对公务员的要求 贫贱不能移 富贵不能饮 威武不能屈 这是我们政府首长在鼓励公务员的 所以公务员理论上不应该拿太多钱 薪水不要太高 但是我给你稳定 私人企业 另外一套逻辑 另外一套逻辑 原来的一个思考 私人企业完全以你的表现 你表现特别好 我当然可以给你很高薪水 你表现不好 那我当然不只不给你很高薪水 我甚至于就不要你 这是不同的逻辑 在这边叫做政府采购 另外一边 私人的部分 business judgment 政府采购非常多规范 因为怕从中舞弊 所以公务部门的很多防免的措施 设定了非常非常多严格的程序 甚至很多程序是不合理 到底到极点 但是内部的控管 就完全死守那些规范 死守那些规范 私部门 比较有一些弹性 比较有一些弹性 也到了一个 大家互相竞争 你死我活的阶段 但是慢慢的 全球化的状况之下 公跟私互相之间产生了融合 不只私部门 越来越接受公部门的委托 扮演公部门的角色 甚至于很多公部门 也用类似私部门的组织 在说行公部门的任务 这样子的现象表现在很多国家 全球化的时代里面 是非常非常明显的 很多政府透过行销 政府机关透过买广告 行销跟企业一样 甚至于面与企业争利那样的情形 那私部门的部分也不断的 不断的实质上的影响 甚至于达到了很多政府本 甚至于政府都做不到的事情 各位可以想想看 7-11 它可以扮演多大的角色 它那个网络系统 很多其实是政府想要做都可能做不到 问题只在于说 它那个系统它要搭载什么东西 因为它是一个网络 它要搭载什么东西 那这样子公司的流动 是现在很明显的状况 中央跟地方的流动也是 越来越多 中央跟地方的分野没那么明显 日本现在整个钓鱼岛的事件 基本上有东京都的都知事触动 很多很重要的 很多很重要的国家的重要的事情 很可能某一个地方政府 它扮演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 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 有一些奥运在某一个城市举行 而不是在某一个国家举行 那这一类的事情 这一类所谓中央跟地方之间 所谓中央跟边陲之间产生的移动 那也是全球化里面非常重要的现象 那我们从这里带进去宪政主义 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一个流动下的制度扩散 很多制度不断地在扩散 A国有 B国也有 A区域有 B国区域有 透过我们刚才讲的那些网络 贸易也好科技也好什么各种 就在形成 如果我们台湾有低头族 绝对不是从台湾开始的 但是也不会快那么 很快就不见了 这一类的现象 这一类的制度扩散 其实是非常明显的 曾几何时我曾经有一次 我在泰国的曼谷的国际机场 然后跟一个同样教授开会 经过我们就很感叹 说那这机场盖的还真的是满宏伟的 但是我后来提了一个comment 我说其实你看你到各地的国际机场 你看绝大部分都是类似的公司设计出来的 只是在这里比较不一样 那里比较什么 好多那个系统你如果把它拆解完之后 你就会了解说 那大概天花板敞篷大概有三种让你选 那个动向有几种让你选 为你设计 就像什么呢 就像你今天买了一间房子 你要装潢 你找到装潢公司帮你从电脑 抓出几个模式 做一点调整 让你选个颜色 让你选个颜色 好多制度是这样在扩散的 是这样在扩散 法律制度当然也是如此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都认为说 法律制度是非常非常 所谓国家本位的 以前大家在开玩笑 就是说念法律的人 在越进步的国家 那就是他能够发挥的功能越高 但是在社会不进步的时候 念法律的人就是变成是 他只是在那边做文饼的这个技术 那当美国越来越多 总统都是念法律的人 大家在想为什么 其实不是最重要的 你会发觉美国的公务系统里面 一定是非常科技本位的公务系统 我举个例子 美国的EPA 美国的环境保护所 它里面中高阶的官员里面 百分之五十几都是念法律的 你去看看环保署有多少的官员是念法律 这就是一个国家 怎么去应用这个法律制度的问题 但是慢慢的越来越影响 我们成绩的时候 我们经过在威臣时期 我们对法律是那样的概念 进入了民主国家之后 对法律是什么样的概念 那这当然都牵着到 你这个国家怎么去面对全球的运作 现在有非常多跨国的仲裁案都在进行 比如说台电最近很火红的问题 购煤到底是合理不合理的价格 台电像印尼购煤 购买煤的时候 有些是牵涉到价格或者是品质 或什么这一类的纷争 有些是牵涉到环保的 里面的含流量到底会不会太高 这一类的问题 南昭什么都没问题 但是越来越多新的规范出来 就像说有些产品 它越来越多的是这个安全上的顾虑 而不是真正它的功能本身 美国牛肉当然很好吃 但是越来越顾虑到一些安全上的顾虑 所以有一些属于这样 到时候引起争端 引起争端仲裁这件事情是很花钱的 因为这件事情叫跨国的 那个仲裁市场 也就是那个仲裁人 谁有权去当仲人 这样的一个仲裁出来的人 大概就是香港 澳洲 新加坡 所以香港的律师 澳洲的律师 新加坡的律师 比较容易有机会做到这样子的工作 我们的律师呢 如果你的这方面的参与机会不多 你只能做国内的案子 这都是在全球时代里面 你到底我们的毕业生 比如说台大很多人都毕业了 有些是比如说城乡所的做建筑 做国土规划做什么这样 他以后是不是要考什么证照 医生考什么证照 法律的也有考证照 好多这一类的 他出去到底他的market有多大 第一个马上面临的是台湾本身market有多大 第二个马上面临的又是一个国际 那你在那过程当中 你在那过程当中是不是 是不是能够发挥以小国大 然后能够把功能发挥到最大 这里面牵涉到很多制度在移植 在转变的过程当中 各个系统相互之间的衔接问题 很可能我们的生产已经走到那里 但是我们的教育系统也很上 那个需求在那里market需求很 但是呢 坎一届的人不断说 为什么你不训练这样的人才 对不起我们各学校的科系 甚至那个课程 我才不是根据这样来想的 有时候我们会想得很单纯 我们现在缺乏系导的人才 问他缺多少 教授大概缺60名 学生缺多少 那要不要开始逼教育部 要把这开出来 等到开出来 等到实行 等到学生都招了之后 糟糕 产业结构改变了 害了这一些同学 所以这里面就看到很复杂的决策 但是它是流动 这个叫做流动 所以全球化下的治理的governance 是需要讲究能力 而且要灵机应变 而且要相当多的这个判断 当然不是灵机应变而已 后面有很多制度面的扎实的问题 能不能好好把它建立起来 那我们今天看到台湾民主转型 我们都很Proud 有多少制度是民主转型 我们摆脱了过去的问题 但是该有的制度零件到现在没有起来 以至于我们现在才面临竞争上的瓶颈 这就是我们了解全球化之后 然后再回过头来 看能不能对我们有一些帮忙 那里面的宪政制度 宪政制度的改变 很多包括日本现在还为这个事情 他们在折冲 他们在考量 那法院的功能尤其是如此 现在在中国大陆投资那么多 贸易纠纷那么多 人民在开发跟正义 跟财产权维护之下太多争执了 法院是不是能够合理的扮演功能 那变成很多投资者很重要的考虑 很重要的考虑 所以法院的中立性 法院的能力变成社会资产 这种社会资产要不要投资 当然要投资 同样的我们今天除了骂法官以外 我们到底对司法的投资有多少 一个非常强的司法系统 公正 可信赖 有能力 这样一个司法系统 是这个社会在经济发展在各方面 它的一个很重要的社会制裁 那这个社会制裁要怎么经营 所以全球化之下的法院功能的改变 现在很多国家的法院 它的一个判决可以影响其他国家的 如果各位稍微用一点脑筋 想一想前一阵子有一个国家的一个判决 影响区域的大问题的 那个是哪一个国家的判决 各位想想看 有没有人有想到 前一阵子对于欧洲欧债危机 到底德国可不可以金元 希腊 意大利 产生了宪法的争议 他们都很担心 他们的宪法法院如果做出一个判决 德国不可以做这样的事情的话 我说你怎么拿拿税人的钱去做这样 超越我国家的这样子的事情 最后宪法法院做出一个判决 说Yes 没有问题可以做 但是你要遵守一些什么什么 隔天欧洲普遍股价大涨 这是一个国家的判决 泰国的宪法法院 整整做出一个判决 说他们的总理在烹饪节目上 曾经在烹饪节目上 主持过烹饪节目 认为他跟他总理的职位不相符 最后这个总理为此下台 当然在政争的状况之下 最后堵这个 如果法院认为要我下台我就下来 结果那个法院真的就是说你该下台 结果就这样造成这样的影响 那种影响一个国家 他的政局的稳定 像现在很多人都在关心 希腊 西班牙到底是杰尊派的会不会赢 荷兰的选举最近杰尊派的有没有赢 都影响到区域性的军容秩序 这就是我们讲的 我们讲的这种 所谓法律或者是法院功能 背后的制度仪式 跟相互之间的 这一个采纳 相互之间的影响 越来越成为重要的课题 我跟大家谈了这样的一个背景之后 又要跟大家谈一个大背景 这个大背景把历史终身稍微谈了 这样我们才能够看得出来 为什么这样子的 全球的宪政主义的发展 为什么是在全球化的脉络里面这么重要 我们如果看过去 全球有七波宪法的大变动 这些变动都不是只有发生在某一些地方的 它造成非常大的影响 第一个当然18世纪末 美国独立革命跟法国大革命 它分别产生了美国宪法跟法国宪法 美国宪法也成为当今成文宪法的 第一个而且延续到今天200多年的光辉 让人类知道说有一种制度 它可以几百年而且影响那么深远 每一个总统选举牵扯到资源分配 联邦跟州在增值 各种问题那么增值的状况之下 对不起完全按照那一部宪法来 那一部宪法叫做美国宪法 美国联邦宪法在费城会议之后制定 开启了一种模式 这种模式学习它的国家看有多少 全世界现在有198个国家 有宪法制度的高达百分之八九十 有合乎现代意义的宪法意义的人口 三分之二的人口居住在合乎现代意义的宪法秩序里面 那当中美国宪法的启发是很大的 但是同样一个革命的背景 法国宪法 一两年内就夭折了 那最后就产生不断的改变 不断的改变 不断的制限 不断的改变 不断的共和 这是两个不同的命运 但它都是属于第一波的 第二波是19世纪中叶 欧洲掀起的这些革命运动 德国匈牙利这些都制定宪法 这是19世纪中叶 也产生了又一波出来 那再来两个世界大战影响很深渊 分别创造了两次的宪法波潮 一个是第三波 一个是第四波 第一次的世界大战 造成了非常有名的 德国威马宪法的出现 非常有名德国威马宪法出现 那波兰 捷克 这些战后独立的国家 那王宪就创造出了新的宪法的模式 但是影响更深远的是 二次大战之后 那我特别提到德国跟日本 但是并不仅止于德国和日本 其实中华民国宪法 也是在二次大战之后出现的 只是它没有战败 战阵战败那个意义 并没有那么彰显而已 德国在二次大战之后 面临了威马宪法失败的经验 然后尤其希特勒他能够让人民 操弄人民的形式的认同 然后在既有的 完全合乎法律的情况之下 取得了授权 最后做出了那么多扩张主义 甚至于残害人群那样子的事情 所以德国的基本法 采取了一种对民主相当防卫的态度 所以建立了德国基本法出来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民主防卫式的宪法 对很多国家也都很有影响 日本最明显的例子 我刚才他已经提过了 日本就是属于那种外力强力要求他 有什么样的宪政秩序 那个宪政秩序几十年没有被更改过的 日本曾经二次大战期间 刺刹风云最后战败 因为战败所以被强迫定定那样的一个宪法 被强迫定的宪法竟然能维持那么久 从战后到现在没有修改过一次 这种延续性 这种模式 全球宪法里面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种模式 50年代末到60年代 当时殖民地逐渐瓦解 所以民主国家不断出现 帝国主义之下所占领的殖民地纷纷独立 所以亚洲非洲对多 好多现代的增加的宪法 都是这一波 第五波的宪法的制定运动之下的结果 70年代南欧的宪政独裁被推翻 74 78年之间 葡萄牙 西班牙 希腊 制定民主性宪法 很有意思 这些很多都牵测到现在欧洲的金融危机 跟再兴的问题 大部分都是这一波之下的结果 当然更重要的是 80年代末期 柏林卫墙倒塌 第三波民主国家 带动的宪法变迁 这些涵盖了很多的国家 最后一波当然是莫尼瓦革命 我用两张图 来分别再跟大家做一个比较清楚的说明 最早当然是英国 这我在前面没有提出来 因为英国没有成文宪法 但是英国从1215年以来的 马格拉卡拉大宪章以来 那就开启了人类宪政的文明 但是这样的文明并没有用成文宪法来表彰 成文宪法表彰是由法国跟对岸的美国 美国是透过独立建国 他才有那样子的一个 他才有那样子的一部宪法模式 如果美国继续当英国的殖民地 没有独立建国的话 今天没有一个我们所了解的美国宪法 这样的宪法模型 法国经过大革命有这样的一个模式 我们当然也看到很多中东欧的国家 他曾经在早期就有一波自宪运动 但是他后来又经过了共产主义 尤其是当时的苏俄的南下 后来就产生了这样的一个铁幕 这样的一个现象 但是第三波民主转型让这些中东欧国家 中东欧尤其是波兰 匈牙利 保加利亚 捷克 还有斯大夫 斯罗伐克 斯罗伐克 这些国家 他们对于 他们对于这个民主转型 开始的宪法的变迁的模式 以及他们宪法法院采取的一些作为 开启了另外宪法研究的 或者是宪政实践上另外一种模式 所以中东欧的民主转型宪法 变成是非常非常重要 同时在南非也是这样的情形 事实上也不只是中东欧 事实上在亚洲的 这个菲律宾 台湾 韩国 美洲的 墨西哥 阿根廷 同样都是第三波民主国家之下 宪法的这些变动 那美国的情形就是 整个建国 独立建国起来 就创造了宪法变迁的模式 他的邻国加拿大 加拿大却一直 受到英国的影响 虽然他们是非常非常接近的 受到英国的影响 没有办法形成像美国那样一个 虽然他也是独立 其实也是独立建国那样的 但是他没有那么revolutionary 所以他就没有提出一个成文宪法 那慢慢的后来才用人权的charter 用人权的规章 来把加拿大各种种族的人 统合在一起 说我们加拿大人 大家都是平等的 宪法上基本权利条款 那都是平等的 所以用基本权的charter 来连结大家 所以加拿大后来也经过了一段 宪法的这个变迁的过程 但是他的这个状况就跟美国那种 一次马上马上就非常不一样 墨西哥成为民主转型国家的代表 很多人都认为 就宪法变迁民主转型的脉络 墨西哥跟台湾好像 非常像很多地方都非常像 当然我觉得在亚洲跟我们最像的是韩国 所以我们非常像 所以经过这样一个讨论之后 我要跟大家提出 在先前我写的 跟我的同仁一起和写的一篇文章 我现在应该有 有把这篇文章给大家来作为背景的了解 就是在第三波民主转型四种宪法变迁的模式 各位如果看那篇文章的话 就可以看到 作者很认真的看到非常多的模式 最后把它类型化成四种 一种就是一次制限 在民主转型初期 政治势力杂踏 当时的原来的旧的政权 比如说共产党或者是威权政府 他是不是能够继续执政 他没有办法用过去的那个威权方式继续 让自己在位置上往往必须开放选举 所以第一次的选举结果 如果赢了的那个原来的政党 最喜欢透过一次制限 在自己的主导之下 弄出一个新的宪法 然后让他的力量能够延续下去 这叫做一次制限 蒙古 斯洛伐克 罗马利亚 很多都是这样 所以有理论认为说 这种一次制限的国家 往往是那个民主化 后来比较颠颇的 有人是这样认为 那另外一种模式叫做一次修限 一次修限 就是民主转型之后 我没有订定新建法跟过去划清 但是我大幅修限 我该修的我就把它修好 以后就不再修了 韩国人就表现这种个性 那我要修 我一次修完 我又不要一次一次慢慢来 我就直接 1987年宪法 当然早期宪法辞职 然后民众抗议 然后到最后赶快把这个宪法弄出来 那最后这个宪法总算通过了 然后也创造出韩国后来 整个民主发展跟经济发展的 这样子的一个模式 这叫做一次修限 阿根廷也是如此 那另外一种类型是第四种类型 叫做渐进修限 渐进修限是 我也是修限 我不采取制限 但是我一次一次修 像绑香肠那样 绑一块再绑一块再绑一块 面临问题的时候 说这个事情先处理 总统要不要直选 我们先来考虑 透过宪法第二次的修改 说确定总统要直选 至于要直接直选 还是委任直选 下一次限改的时候再来决定 那这过程当中 政治在运作在操控 然后最后到了1994年 再敲定 最后确定是总统直选 然后这样才能够1996年 我们台湾第一次的总统直选 所以很多我们政治的改革 是分阶段这样一步一步切 先处理万联国会 再处理总统 然后再处理行政院的同意权 然后接着处理省 然后接着处理国民大会 然后再回过头来 再来处理立法院 单一选区两票制 整个一阶一阶一阶 经过了七次 匈牙利还经过十次以上 我们的香肠就是挂起来七条 挂起来十条 弄到地下去 那印尼也是 我们亚洲的印尼也是 跟我们采取这样的座 但是我特别提到有一个 我们发觉一个非常特殊的 一种模式 那叫做渐进制限 它在民主转型一开始的时候 就已经决定要制限 但是它没有办法马上制限 它就设定一个目标说 我的目标就是制限 大家也都同意 但是我们先用过渡宪法 像南非就先用过渡宪法 过渡宪法里面 再提出34条原则 也就是说以后如果要制限 要包括这34条原则 34条原则定出来之后 还要求以后宪法版本出来之后 要经过他们宪法法院审查 果不如其然提出了 第一个版本宪法法院说 对不起你违反了中间 34条原则中间的某一些原则 还被法院把它退回 后来再拿回来一次 最后法院说可以 经过了几年到1997年 经过了78年 总算制限完成 所以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 解除之后 迈向一个新的时代 那个整个权力的分享 政治运作的模式 到1997年这一部新的宪法 才出来 而且同时跟过去宣告决裂 我们从今天开始是一个新的宪法 但是这是经过相当时间 一步一步一步走 同样的波兰也是如此 只是波兰它是用小宪法 Little Constitution 我们先用一个小宪法 在那边先运作 但是很清楚 目标不是以后我们一直小宪法 或是修一百次 不是这样 目标说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新的宪法 因为我们才能跟过去划清界限 但是划清界限不是一下子就完成 是经过这样一步一步走 我们提出了这四种模式 我们提出这四种模式 其实是非常具有意义的发现 我们不只在这个模式提出来之后 把台湾找到一个 才了解台湾说 我们台湾这种模式 原来是四种模式当中的一种 那我们的邻居是谁 在亚洲有印尼 在中东欧有匈牙利 那韩国跟我们不一样 因为这样 因为它是一次大普修宪 那蒙古跟我们不同 因为它是什么 所以我们透过这样模式出来 我们才知道原来我们站在哪里 我们才知道我们站在哪里 另外一个面向 另外一个面向 我们更清楚的在这样一个 不同类型的这个处理过程当中 到底怎么去反映它当时的社会结构 以及它当时所面临的外力干预情形 事实上中东欧的外力干预是比较大的 我们台湾整个宪法的修改的过程当中 严格讲起来没有外力干预 只是某种程度 一直有两岸的那一个阴影存在 也是没有办法其实放大胆去做 当然也有某种程度 美国的关心在里面 但是直接的干预 直接说像麦克阿瑟说 我要你怎么样 那倒是没有 那这种外力因素 内部分裂的因素 以及民主转型之后 是不是选举之后 马上政权更迭 这些因素再把它加起来看的话 我们就发觉了一些逻辑 那这些对研究宪法变动 产生了很多很有趣的一些发现 台湾一个很特殊的地方 就是民主转型 民主转型开始 并没有造成政党的 并没有造成政权的更迭 而且造成了相当长时间 十几年的 我们把它称为 negotiated transition 我们在文章上说 这个叫做协商式的转型 当时的执政的政党继续执政 继续执政 但是反对党参与选举 然后要求改革 然后有些改革执政党接受 那在过程当中不断买变 不断改变 这样子的一个渐进渐进转型 对于民主巩固是比较有利 还是比较不利 那变成是一个 更进一步值得大家去探讨的课题 那事实上 用这样来看匈牙利 用这样来看印尼 那到底这样是好还是不好 又提供了一个比较的基础 但是除了这样以外 我们也看到一些现象 中东欧 民主转型 对于研究宪法变迁的人而言 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 提供了一个实证的素材 过去传统古典的理论都认为说 修宪跟自宪是不一样的 不是修宪就是自宪 如果你今天胆敢自宪表示 表示你要破坏过去的整个的政体的稳定 你是一个完全新的开始 所以当时有人就说 你只要改变国旗 就是自宪 自宪就是毁了中华民国 然后你只要把国民改了 就是自宪 自宪的结果就是毁宪 从新开始 但是匈牙利告诉我们 刚刚我们提到匈牙利 匈牙利是自宪还是修宪 修宪对不对 但是匈牙利已经把他的国民 从People's Republic of Hungary 改成Republic of Hungary 他有没有改国民 有 他用修宪就改国民 修宪也可以改国民 有一些甚至用修宪 还可以牵得到领土 所以过去 我在当学生的时候 所读到的很多 宪章跟宪律的区别 然后宪法修宪跟自宪的区别 那样子从实践 尤其从第三波民族转型之后的实践 来告诉我们很多越来越相对化 全球化很容易让很多事情相对化 那事实上从宪法的修改里面 也是一样相对化 同样的 以前我们都会认为说 到底是一次完成 还是渐进完成 其实也有像波兰跟南非那样 目标还是自宪 但是我分阶段达到 所以越来越多人类的实践 丰富了我们看问题的视野 那我们就不必被锁定在 过去人类有限的智慧 虽然过去的智慧也是很伟大 美国人那种独立建国 建立美丽建和中国的宪法 那个是有多少国家才有那个条件 但是慢慢的就有很多 这一类的改变形成 所以就提出了一个观点 叫做路径 从路径到选择 有一个比较政治学上 或公共政策上的一个观念 叫做Past Dependency 叫做路径相依 你有什么条件 最后就怎样 路径相依 路径相依时常会让很多人 产生宿命论 我们没有那个条件 为什么不可能那样 或者这样一定会怎么样 过去的经验好像怎么样 但是中东欧的宪法变迁 民主转型的宪法变迁 不管在亚洲或是中东欧 倒是我们发觉有蛮多 是你国民自己准备怎么选择 你准备怎么选择 所以那个回到选择这样 不是只有路径相依 所以我们过去研究这些扩大 扩大去研究这些 观察这些变化的一个 很重要的发现 好 那接着我们要跟大家提 这也是最近 最近我跟我的同事 算是在几篇文章里面 比较有的突破 那么最近这样子的 我们已经准备 也已经签订契约 都已经快要达成 就是我们准备写一本书出来 他的书名叫做 Changing Landscape of Constitutionalism 宪政主义的这种 行妙的改变的变迁 那这里面简单的讲 就是有一个所谓 宪政三角洲的观念 用宪政三角洲来诠释 我们今天全球化现象 是非常非常 我觉得非常非常贴切的 宪政三角洲 Constitutional Delta 它基本上一个mentafer 它一个隐喻是什么 隐喻就是 宪政主义的发展 来自于某一个历史条件 跟背景 那就是英国的 Makarakada 当时的背景是 贵族要跟国王争权利 而不是人民革命 但是那样子的一个观念 就是国王的权 是需要被节制的 这样子的被节制的观念 你不能想要做什么 就能做什么 正极天下那样 受到的节制 这叫做宪政主义 所以宪政主义的一个基本观念 就是limitin 就是limitin limit有权的人 所以才有有宪政府 权力分立制衡那样的观念 权力保障那样的观念 都是后面慢慢衍生出来的 所以各位如果看 各位如果看 这样的一个图形 就是一开始的时候 古典的宪政主义强调 限制有权者的权利 那不断地这样 透过这样来保障人民的权利 随着时代的发展 经过了那么多 一波两波三波八波 到了我们叫茉莉花革命 那我们怎么去观察 这段过程当中的改变 我们观察了两个力量 这两个力量是跟原来 宪政主义只强调 限制国家权利那样的一个思考 保障人民权利思考 是一种很重要的扩征 首先我们第一个看到的叫做 Transitional Constitutionalism 我们发觉 刚才所提的第三波民族转型 包括中东欧 台湾 南非 阿根廷 很多国家 它基本上在转型的过程当中 那个宪法的功能 已经不是只有单纯 在限制政府的权利 而是一个即将分解的社会 即将在调整 各种政治秩序的社会 宪法怎么样扮演 提供游戏规则 让大家在宪法的基础下去竞争 包括前面提到了 南非跟波兰 他所设的那个过渡宪法 其实我那个过渡性 我把游戏规则定出来 让你在这过程当中 大家争 大家看怎么样 那许多转型宪法 是没有办法用原来的宪政主义的观念去看的 所以对于一些转型正义的问题 比如说 纳粹在那个过程当中 对于很多人权的侵害 很多暴政者 在那过程当中 对很多人民的屠杀 危险主义者 所造成的人民不正不义 甚至于 这个盲目的 这个用军事法庭 与审判剥夺自由 甚至于谋杀 这些所谓在民族转型之后的 转型正义的问题 要如何解决 如何面对的时候 时常用旧有的秩序 旧有的法律秩序 是没办法解释的 首先时效就不见了 也过了几年 法律上都有时效 刑法的追溯有时效 很多都有时效 连主张 主张这个损害赔偿也有时效 许多法律秩序开始变化 转型先政主义 它带领了另外一种思考 来解决这一类的社会转型 很现实 很复杂的这一种问题 另外一个面向 我们看到 这个叫做转型先政主义 它把原来的先政主义撑开了 往这一边撑开了 另外一边我们发觉 原来宪法都是在处理 内国问题 处理自己的主权 所以宪法管的问题 是在我这个主权范围内 所以宪法管我们的人民而已 宪法管我们的土地而已 宪法基本上就在管 这一个主权范围内的事项 但是慢慢的 随着全球化 刚才讲的流动 很多宪法的功能发生变化 宪法变成有transnational 那样的功能出来了 欧洲 欧洲前一阵子要定欧洲宪法 极令他们欧洲 并没有统合成一个国家 开始要做欧洲宪法 跨国宪法 各位如果去看到 有所谓的欧洲人权法院 区域的人权法院 可以审查英国 审查欧洲 荷兰 某一个国家 它的作为 有没有违反人权 人民控诉到欧洲人权法院 超越了那个国家的主权 好多国际上的这些约定 这些已经变成是一个 它在规范各国政府 居宿各国国家的一个机制了 包括WTO WHO都是 碰到Sauce的时候 很多国家的主权者 他受到这个WHO的规范 他是完全没有意义的遵守 完全没有意义的遵守 我们原来讲到的主权在民 我们讲到的representation 讲到有代表 然后我们才会纳税 我们有上出代表 通过法律我们才要遵守 我们权力才要受限制 但是现在已经门户洞开 国际的机制 长驱直路 更何况很多国家的法院 除了跨国的法院 比如说ICJ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国际法庭 然后各国的人权法院 甚至于各种区域性的法院 有一万 每一个国家的法院 开始在受到其他国家的影响 台湾的最高法院 时常 这个大法官 时常援引日本 或者是美国 德国的判决 越来越多国家 开始在受到其他国家 判决的影响 产生的一个 我们把它称为 Global Judicial Networking 全球司法网络 法官跟法官之间 产生的就像各位 在网络上的社群一样 各国的法官 产生的互访 相互交换 判决的意见结果 所以产生的相互影响的效果 在一些国家的 个别具体案件 法官死守着 不可以随便见任何人 但是呢 全球司法网络之下的法官 透过很多组织 透过很多研讨会 透过很多官 产生了很多互动关联 这样子的一个现象 有没有违反民主原则 有没有违反民主原则 全球化的时代 产生的相当多 所谓宪政主义的一个 跨境现象 这个现象的出现 这个现象出现 影响了非常非常多的 其他各个国家内部秩序的运作 所以我们提出了所谓的 宪政三角洲的观念 那对于宪政主义的研究 从以西方为主的那样的一个思考 慢慢的我们把它加进去了 加进去的转型 跟跨国两个面向 转型跟跨国两个面向的撑开 使得原来以宪政政府权力 保证人民权力那样为基础的 它慢慢丰富它的内涵 在转型宪政主义这边 宪政法的功能不是只有限制人民权力 而且怎么样整合社会 我们说social integration 靠着认同 或者是纵使不叫做认同 至少依赖 因为没有其他的机制了 只能仰赖既有宪法的规定 所以很多时候你就看到 政治人物相互之间说 我主张那样 那我主张那样 那到最后说 那依宪法来吧 就是这样 他也不见得那么喜欢那个宪法 但是就是依宪法来吧 所以宪法的功能慢慢的 尤其在一个转型的社会 宪政秩序 法律秩序 社会的认知 产生的奇异的状况之下 要迈向一个新的未来 但又不能摆脱 这个过去 这个杂踏的情况之下 宪法扮演了一个管理者 尤其是机制 机制提供者的角色 让政治势力在上面可以互相互动 很多宪法解释 大法官 不管在哪一个国家 大法官面临宪法很纷争的议题的时候 他有权去做出解释 他往往到最后 也是不是做出一个决断性的解释 而是说你们其实应该继续谈 你们应该怎么样 那如果你们谈的时候 你要注意这样 注意这样 注意那样 这叫做把宪法 不是当成一个限制政府权利 而是提供一个社会整合 或是进一步对话的一个机制 我要举大法官在面对 公元2000年 民进党执政 政党伦理之后 要废除和事 产生严重的政治纷扰 最后整个案子 到了大法官那里 大法官做出 四字520号解释 民进党政府主张废除和事 国民党政府 国民党认为不可以 所以你因为我预算已经通过了 你行政院如果不执行 那你违法 我要对你这个隔魁 我要对你这个隔魁 那么你就不受欢迎 我绝对不让你进来立法院 所以当时确实 行政院院长 被列为不受欢迎人物 但是民进党这边就认为说 我既然是行政权 我透过选举 我现在是总统 我为什么不能改变政策 我就不想推动和事 非常严重的争议 这个争议甚至延伸到民间 延伸到企业界 有人永和 有人反和 连学校里面 也有永和派 反和派 当这个案子进到 大法官之后 大法官做出520号解释 并没有说 可以废除和事 或不可以废除和事 这个决定是你们要决定 但是 但是我来告诉你们 几个重要的原则 首先 我赋予给你们 两个重要的程序义务 既然这件事情要处理 立法院 等一下先讲行政院 行政院有义务 到立法院 就你为什么要废除和事 充分的报告 你不能不去报告 只说我要这样做 第二 如果你去报告 立法院有权 有义务 有程序上的义务 去倾听 你有报告的义务 你有听的义务 因为当时的背景是 你已经变成不受欢迎能务 所以政治僵局在那里 法院的功能是 透过这样 帮你解 让你们去对话 进一步的在解释宪法 提供了四种情境 如果立法院去报告 行政院长去报告 立法院也同意 那这个案子就解决 如果你去报告 立法院不同意 决议怎么样 那这情形怎样 如果怎样就怎样 列出了四种状况 大法官有没有做出决定 没有 大法官有没有限制谁的权利 没有 但是大法官提出了这样 在现代的社会里面 不管是欧洲 不管是美国 不管是台湾 越来越多的社会分歧 争议 是没有办法说 谁一定对谁一定错的 到最后这些宪法提供的 这一些功能 所以宪法的这一类的功能 越来越被发掘 那就产生了宪政主义 内涵的变化 但是整体而言 整体而言 还是在 古典宪政主义所强调的 比较自由主义 那样的一个思考 就是宪制政府的权利 保障人民的权益 那样的基调之下在进行 但是只是往这边跟往这边 分别扩张了一个转型宪政主义 一个跨国宪政主义 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我最后一段要跟大家提的 是聚焦到亚洲来 聚焦到亚洲 我们把它称为东亚宪政主义 宪政主义还有东亚的 东亚版的 这个有一点背景 因为我们今天所了解的宪政主义 其实长期以来都是西方 都是来自西方 讲到马克拉卡塔 美国革命 法国革命 讲到威马宪法 讲到什么 很多都是西方的理论过来的 我们在台湾 或者是在国外研究宪法 基本上讲来讲去 还是受西方的影响 但是慢慢的 有没有一种可能性 有没有一种可能性说 亚洲 尤其是亚洲崛起之后 亚洲它的宪政主义的发展 有它一定的来源 这个来源不一定跟 西方的来源是一致的 那它本身有它 本身独特的特色 那甚至于它有它正当性基础 会不一样 各位可以想象 当有人提出 Is Asian Constitutionalism之后 光提出这个观念本身 就是有争议的问题了 我跟我的同仁 共同作者继续写了一篇文章 叫做Emergence Emerge East Asian Constitutionalism 东亚宪政主义的崛起 Cannon在美国 《比教法》上一个 非常top的刊物 American General of Competitive Law 这是《比教法》里面 很top的一个刊物 我们看出来 很高调地看出来 引起了相当多的讨论 我的在日本的朋友 东京大学的Hasabay教授 长谷部宫南教授 就在一次的研讨会里面 特别对这样的事情 提出了一个问题 他的论文标题叫做 Is there a regional constitutionalism 有没有一个区域性的宪政主义 某种程度也在回应 我们这篇文章 你们可以想象 它背后的一个思考是这样 因为亚洲过去 尤其是有些political leader 像李光耀 马哈迪尔 他们曾经用亚洲价值论来说 你们的人权 你们的民主 在我们这边可能是不一样的 然后在中国的脉络之下 又有符合中国国情的 什么什么什么的民主 那产生了在全球的 宪政主义发展过程中 产生了所谓一种落差 但是落差后面的正当性基础是说 我们亚洲不同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跟你一样 你说一定选举才行 我们为什么一定要选举 你说人权保障一定 我们为什么要 你说死刑 废除死刑 我们为什么要废除死刑 那正当化的理由都是说 因为我们不一样 我们很重视家庭 我们才不像你们那么个人主义 好 这些都出来了 我们的经济压力很大 我们在开发展阶段是这样 好 时间的相对性 概念的相对性 社会结构的相对性 产生了一大堆 最后的结果都是用来正当化 国际社会逼这些国家 在人权的普世化过程当中 也就是说全球化里面 如果包括了人权的普世化 人权的普世这个观念的话 那regional的constitutionalism 是不是刚好造成的 跟这样一个普世化产生一个对壘 这是背后的问题 对不对 那事实上我们如果进一步的去看 所谓的亚洲的话 这是一个被construct的一个概念 亚洲尤其是远东 那是从西方的观念看的 同样我们今天讲East Asia Dependent你怎么去看 到底要包含哪些观念 所以其实我们所写的那篇文章 其实并没有办法宣称 包含整个的亚洲 也没有办法包含整个的东亚 事实上只是研究台湾 韩国跟日本 那么提出了一些这三个 民主宪政的这个系统运作 它的几个基本的逻辑 以及尤其是法院的态度 那提出了相当多共通的地方 然后进一步的去提到说 未来可能还需要再扩大 其实是这样而已 是这样的 从这三个刚才讲的这三个 比较容易可以做一些共通的地方 而且这些共通的地方 每一个每一点都非常非常有价值 我们认为就是为什么那篇文章 可以被刊登的原因 但是是不是这样就在主张亚洲要有一个 所谓亚洲特别的不同的宪政主义 我们认为有几个很简单的观念 也是应该放进来 第一个观念就是亚洲太大了 亚洲太复杂了 我们不要讲经济什么各方面或是人口 可能很多人会惊讶地发觉 印尼原来这么大 印尼其实非常大的国家 我们也了解印尼是最大的民主国家 如果我们认同它的民主制度的话 亚洲最大的民主国家 我们也了解到好多我们所认识的亚洲 其实非常多元 不要讲别的 光讲一下殖民史 以及它后面反映出来的法律制度的话 香港 新加坡 马来西亚 印度 因为曾经有英国的背景 所以他们今天都是海洋法系的 韩国 台湾 某种程度泰国也是 它是大陆法系的 他们用的都是法典 然后菲律宾 有很复杂的西班牙又有美国的背景 印尼也有荷兰 我说法律你会看到那种移植过程当中的繁复 刚才讲到的第五波 很多的亚非的民主国家的兴起 民主国家兴起之后产生了很多新宪法不是吗 很有意思 只要是法国殖民地的就用法国宪法 只要是英国殖民地的就学习英国 然后最后也没有宪法 斯坦会这样 所以对殖民反映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非常非常繁复 所以如果真的要去讲Constitutionalism的话 不太可能 尤其是在短期内 你真的是一个很聪明的做法 但是如果我们进一步的去看一些事情 看法院 尤其是处理宪法的法院在那里扮演什么角色 看人权的对话 我们其实是可以发觉 亚洲的 尤其是韩国 台湾有几个特色 这几个国家的法院 基本上都不是那种非常非常强势的法院 其实这些国家的法院 往往会留给社会发展的一些路径 它提出了见解之后 然后会让政治部门进一步的去发展 我们把它称为这叫做Cautious Court 谨慎的法院 所以韩国法院 台湾很多人把它认为说 那是一个非常强势的 因为三分之一的案件都宣告违宪 但事实上对于社会比较没有争议的 大法官往往他没有自己的看法 他会让社会再回过头来 再回过头来去处理 那这种情形不止在台湾如此 在韩国也是一样 韩国那个卢太渔的弹劾案 国会都已经通过了 要他们的宪法法院最后做决定 宪法法院这样再把它挡回去 然后让那个卢太渔 他的声望再起再落 然后最后是用你们政治去解决 他自己没有直接去说 让卢太渔受弹劾不受弹劾 迁都案也是如此 好多案子也都是如此 那像这些都是经过实际上去运作 实际上去了解之后 才有了一些发现 同时我们发觉这些亚洲国对于 对于所谓社会跟经济权 Social and economic rights 非常有意思 虽然是亚洲国家 但是并没有在宪法上强调 所谓宪法上的义务 所以我们都有说服兵役的义务 然后说教育义务跟权力 这些国家都不太强 不太去honor宪法上那些义务 这很多很多西方人也许会认为 亚洲人重视的义务 没有 相反的 相反的 我们所看到的这些 在宪法法院的判决里面 不断地去迎合社会的转型 尤其在性别平等这个课题上 不管是台湾 日本或韩国 超乎其他议题 予以积极的回应 然后创造了很多 不管是在经济面或社会面 的一些权利 这是我们看到亚洲的宪法实践里面 非常非常特殊的部分 所以在复杂的殖民脉络 以及在复杂的法典的传统 以及在各种不同的法院 甚至不同的教育系统的状况之下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在台湾法律系 法学院的研究 四年内 搞不好有一些同学 根本就不太上到英文 但是在香港 对不起每一科都是用英文讲 每一科都是用英文讲 这种差异是非常非常大的 非常非常大 这表现出来的就是 你要不要做国际的生意 以及用的那个语言 我刚才讲的那种 国际仲裁到最后为什么会都是 common law的国家的东西 因为他熟悉这一些 所以这种很多这种制度的选择 就影响到很多竞争力了 就影响到很多竞争力 那这种会产生年代的结果 因为你要改变也不是那么容易 因为大家都已经熟悉这样了 你要改人家也不愿意改 那这都影响到教育影响到 都相互影响的 我想最后用一个观念 用一个概念来跟大家 做一点大概现实里面 最重要的一个课题 就是universalism versus particularism 不管放在亚洲的背景 放在中国的背景 放在任何一个国家的背景 都有那种 我这个国家比较不一样 美牛可以输出到其他国家 但是不能进来台湾 或者是什么什么可以 但是我不行 那对于国际秩序 你有你的看法 我有我的看法 那这种所谓特别主义 particularism跟universalism 全部大家都要一样 这样的差别 其实一直存在 全球 越来越全球化 所以有一种主张 宪法上的主张 政治上的主张 就是我们应该普遍化 贸易的普遍化 科技应用普遍化 不要有gap 所以不要有数位落差 然后那个环保普遍化 大家都要为节能减碳 什么都普遍化 人权 适用全部 不管你是哪一类的人 不管是男生女生 不管种族 不管经济状况 都应该尊重生命权 都应该尊重言论自由 不可能有一个人 照理讲不可能有一个人 他犯了这样子罪行 在那个汽车 用那个钥匙 那个小孩子比较顽皮 用小孩子化一招 在A国是被罚缓 在B国是被鞭吃 表现在现实的例子 是新加坡有这一类的鞭刑 一个美国的青年 要就被鞭刑 引起渲染大破 所以普遍主义的人 就会认为说 如果对人的刑罚 本身这件事情 有牵涉到人权的话 那刑罚的 比如说不能公开处决 这绝对是不能游街示众 这绝对不行了 不管你在哪一个类型的国家 都不能游街示众 都不能把人的行刑当工具 让大家杀妻警猴那一类 所以你今天看不到有人 说像早期一样 抢案 然后当街 让大家以后不敢 没有这回事 为什么 人权 所以你只要有这样的人 都认为不对 不管你在哪一个国家 不管你在回教世界 不管你在哪一个国家 都一样 这样子普遍性的普遍性 人权普遍性 是非常强的力量 但是at the same time 你只能看到说 难道都不应该稍微考虑一下 很多国家特殊的状况 我这个国家就是种族这么分歧 我这个国家的状况就是这样 我这个国家是在什么人家的威胁之下 所以这种particularism 跟universalism的争执 会不断的在国际场域里面出现 它会表现在贸易 它会表现在人权主张 它会表现在各种课题之上 甚至有些还会造成冰龙相见 尤其是国际的法院 没办法扮演角色 而政治的协商又面临僵局的时候 好 怎么去看particularism跟universalism 我在2010年 国际宪法协会在墨西哥 Mexico City开四年一次的联会 我那次非常有幸的被邀请在planary 对这个议题表示一见 我当时就是用这一个观念 我提出一个观念是说 你们原来的想法都是universalism 跟particularism相互对垒 而且两个一样大 50 50 50 当然我说depending on你在哪一边 universalism的人可能会说他是80 那别人是20 particularism的人说他很 然后你们好像都是这样 那我提出了一个看法 事实上这也是 长期观察这件事情的一种体会 我说universalism其实没那么多 particularism也没那么多 你们要留很多空间 让这个国际社群再进一步的去 再进一步的去dialog去体验 所以我把它称为dialetic middle 事实上universalism跟particularism之间 还有相当大的一个空间 要让我们的市民社会 要让我们的business 要让我们的国家领导人 要让我们的法院的法官 各种类型的在国际化流动的状况之下 要去体会 要去沟通 因为现在还好多缺乏详细 细腻的沟通 透过那样来建立 哪些我们应该是我们的universal 都应该遵守的 哪一些我们很可能会去honor 人家特殊的状况 我提出了这样一个dialetic middle的看法 那也得到相当多的回响 这样的看法 exactly就是我认为 在国际上的处境相当困难的台湾 以及我们所有 在国际参与上都很困难的 所有的人民 在每个面向上 经济面向上 学术面向上 各个面向上 我们其实如果能够在这个议题上 能够好好的去善用这个dialetic middle 我们能够从我们的经验 我们的过程当中产生很多 这样子的互动跟成长 那这对建立我们自己本身的 整身的宪政文化 以及如何跟国际产生互动而言 其实是一个比较健康的态度 也是为我们开拓空间的一种想法 我就先讲到这个地方 然后看看是不是大家 有一些问题可以提出来 谢谢大家 来看看各位有没有问题 如果有人举手我没看到 你就吆喝一下好吗 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我要继续讲了 来再看看有没有问题 我们不要为了问题 问题我本来以为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 随时可以提出来 我讲到第几句 纵使如果有人有马上想到你举手没关系 不要怕打断我 那我接着 如果各位没问题 我接着要跟大家谈的这个 世华网络的行程 在座可能各种科系的都有 可能各种科系的都有 我今天讲的这些内容 在未来各位人生的规划上面 那多少都有一点相关 你纵使自己不当律师 你以后搞不好必须聘律师 或者是你的朋友里面有很多律师 或者是纵使你不聘律师 你以后你的生涯里面牵涉到相当相当多 跟这一类有关的 这类跟法院有关的课题 说不定越来越多跟国际有关联 那我要讲一个现象 叫做Global Judicial Networking 以前我们把法官 把法院都看得很形式 把它当衙门 法院的功能现在一直在改变 我们也在台湾人文高等研究院 的机制之下一直在做东亚法院的研究 所以相当程度有机会去比较 比较各个国家的法院 到底在他的国家里面扮演什么功能 那我们发觉确实 每一个国家法院 他受到他的政治条件 经济条件各方面影响很大 甚至于也包括受到他的教育系统影响也非常大 更不用说历史传统 有些法院能够非常有效率的去解决 去解决他们国家面临的问题 甚至于包括区域问题 当全世界聚焦某一个法院的表现的时候 他做出了判决怎么样 其实很清楚的影响到很多国家对这个 对他们这个法院系统的信任 跟对这个国家的表现的这种评价 所以我们清楚的看到 我现在这里没有一个具体的数字 其实国际评比组织里面在亚洲 他们认为最值得信赖的法院在哪里 第一名是哪里 怎么问都是香港 怎么问都是香港 香港机令现在不管是各种面向 选举制度也还没有建权 什么也还没有 然后一国两制 但是香港的法院得到最多的认同 信赖 那当然给大家的课题就是为什么 很多人也许 企业经营里面他要选法院 我曾经听过有一个企业界的 非常有名的企业界的到 应邀在我们法律学院的某一个场合 演讲的时候明白地讲 明白地讲 他的企业里面 如果牵涉到诉讼 有机会选择那个forum 有机会选择在哪里诉讼的话 他绝对不选择在台湾 很多你也许会觉得诉讼哪有什么选择 你订定契约的时候 你跟人家订定契约是要适用什么法 如果有纠纷要在哪里的法院 很多可以negotiate 台湾会不会是一个人家喜欢的 那为什么很多人喜欢选择说 好选择美国的加州的什么法院 那为什么在亚洲香港的法院 新加坡的法院 相对被认同 再来是韩国 再来是台湾 再来是日本 再来是韩国 再来是台湾 我们有司法界的前辈就听我这样子的分析 就很在意的说 为什么什么时候我们开始输给韩国了 我说差一名 他说但是我们好像以前 好你可以很在意 你可以不在意 你可以不在意 但是如果在 如果在我们今天讲 我们Global Judicial Networking 形成的过程当中 法院已经开始也会被比较了 法院提供的绝对不会说 哪些很不幸的人突然变成被人家怎样 所以到法院 法院这个机制 你们如果最近看到友达或者是宏达店的例子来看 很可能好多就牵涉到 企业经营里面一个 很难完全避免的一个面向 而且你怎么样把它准备的好 你怎么期待它 等到你碰到你才期待说 他要能够让人家信赖 他的结果我认不认同 他的过程我能不能相信 如果这件事情以前都只是宿命 任的事情就只有在 A国就是在A国 B国就是在B国 没有选择的话 这个问题就不重要 全球化的时代什么都在流动 你透过你的产业的流动 你透过你资讯的流动 透过各种 犯罪地变成在哪里 主权地在哪里 现在昨天的新闻是说 200多人空中监狱从菲律宾运回来台湾 那为什么要做这样的转变 以前一直在考虑到 以前常常有一种争议就是 到哪里受审 或这个案子 我们如果不是行事的 大家不要把法院都当成 只是在制裁的那种 有时候法院是在解决问题 有争议那该怎么处理 那它的功能应该在哪里 在哪里 应该在哪里被满足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时常会忽视 这本身也是一个全球化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机制 当然在这个课堂里面谈 我被assign当然讨论比较偏法律的东西 所以我会特别把这个指出来 是没有错 但是事实上一般老眼 我们也很少会从这个角度去看到 但是这些都影响到我们的 这个学校的教育 那不是只有法学教育 说那你们法律系的老师 你们法律系的学生多强调一点 其实不是只有这样 一个大学教育里面 我即便念经济系 我念科技 我怎么样能够有法学的基本的知识 终究我出来之后就 我只要超过20岁我就是公民了 我要面对社会的 不只是国内的这一些 各种部门之间的互动 我面对的是一个全球化的世界 我怎么样能够了解一些根本的东西 让我能够qualify成为一个 不只是一个公民 而且是一个global citizen 你能够在这里知道怎么样 它的运作机制怎么样 你了解背后的道理 这已经绝对不是单纯一种说 你们那法律学院好好加强吧 还好我不是念法律的 所以我今天给大家的一个讯息是 这些其实只是我们的教育系统 有些没有办法设计的好 但是如果真正用这个角度去看的话 以后我们要往前走 我们的人才要在全球的状况之下 要发挥一定的实力 那像这些理解都其实是 都是非常重要的部分 也是未来可能是 期待大家去重视 我只是提出了一些方向 我并没有时间给大家很细的内容 我也了解到比如说在座应该有一些同学 有在法学院上我的环境法这个课程 那个课程蛮大班的 但是有一大半都是非法律系的学生在那边上的 那我有很多机会跟大家讨论到 跟大家讨论到这一种 所谓超越某一个学科这样子的课题 那这也是新百家讲堂 其实背后要达到的目标 培养现代公民 培养全球视野的公民 让能够理解 我今天当然对这个议题的关心 也有很多其他的面向 不过我尽量锁住 我尽量去锁住法律跟宪法这个面向 这个dimension介绍给大家了解 然后因为你只要放开报纸 不管是欧洲的再现的问题 或者是美国的QE3 最近提出的QE3货币宽松政策 或者是最近有关南海的争执 所可能产生的区域的不稳定 以及背后的一些争执 许许多多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一些现象 其实跟今天我讨论的这些事情都有关联的 那期待给大家一些 一些比较结构性的 这个轮廓性的这个了解 但是更重要的也是 鼓励大家如果对这些有兴趣以后 能够安排进去你未来很多 选课读书培养量能的这一个内涵里面 我相信我相信就是说今天跟大家谈的 虽然都不是非常非常的详细 但是这样子的一个轮廓 这样的轮廓会让大家感觉到 感觉到其实很值得去探索的问题 还蛮多的 然后观察全球的现象 跟并不是那么难的事情 各位不要害怕 我哪有可能 我关心台湾都没有办法的 还会惯心到全世界 但是当我们看到在全球化的时代 越来越流动 好多概念传递非常快的时候 我们其实很担心我们的同学们太狭隘 缺乏国际观 缺乏对未来的时间空间 竞争的那一个大环境 缺乏理解 以至于失去了很多学习机会的掌握 跟学习议题的更运 这才是我们在这里最想要跟同学们 跟你们提出来的面向 我看时间也已经到了 我再看看有没有人有最后一个什么问题没有 好 没有大家都对我太客气了 那我就谢谢大家 也特别感谢包老师 然后河老师的邀请 非常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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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